才竟在运通 福利十倍速 赚钱要快速 大家好 我是熊雲雄 今天是7月30号 今天台北股市现在 起握刚才看了一下 下跌了 现在有75点 那大盘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我们先说一下 那美股昨天 其实美股像道琼来说的话 昨天上涨153点 再创历史新高 自己收盘 盘中更高 那纳斯达克是小涨 费半是大涨了1.8% 60点 这就出来 那现在台北股市今天 当然啦 现在美国的像道琼期 是下跌大概100点左右 纳斯达克 小纳斯达克 现在盘后盘 这期货盘 现在是下跌了1.37% 刚才看了下来大概是207点 这漏多多了 那因为亚马逊盘后 亚马逊它盘后它下跌了7% 因为它营收不如预期 那我们看台北股市 目前可能会我们比较大的压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是小涨14点 小跌啦 小跌14点 那昨天我们的夜盘我们还有涨 那今天当然 因为受到美国的纳斯达克 像现在我刚才看了一下 日本也大概是跌了1.3%左右 那韩股是跌了0.4% 我们来看一下分类指数 运输股现在上涨 钢铁也小涨1% 都差不多1%左右 我们看一下现在资金的比重 航运股45% 比电子较多 电子较43% 那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航运股我们看一下好了 先看一下航运股可能会 先看一下航运股 来 这边看一下 航运股现在被关紧毙 这牙明啦 这这样你看越关越大条 指纹涨停现在在涨5块钱4% 还有万海也继续涨 长龙也小涨了 这起2%这小涨 昨天有没有记得我在 在大概9点20分左右 9点20分左右了 那我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说什么 一个很重点就是航运股 航运 钢铁你不要再杀 你不要再抬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说 当然有我的道理 像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像一些指标股 像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像这是万海它是航运股的一些指标股 李千亚他现在来说 像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的指数 其实在前天 前天它在节目时就会有 还有一个下影线 很长的一个下影线拉上来之后 而且也站上了季线 已经有来这边回撤了 这样有成功吗 这样子有没有成功 我认为在短线上来说的话 航运股这样子这个短线的一个测试季线 是有效的股好 这也反弹 反弹 反弹 反弹之后 当然这是反弹之际 这是反弹的基础 像我们的话也看到机会 当然反弹要做个反弹坡 那有可能放在那边 看着它涨 那我们不做不可能 当然要参与 那昨天我们也进场买了 像我们 我们是买的是散装 我们不会散装 那现在以目前来看的话 像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1.2兆 应该是今天晚上 会到国会去通过 因为他们在参议院的话 那边已经有 大概是已经同意了 1.2兆的基础建设 这对我们台北股市有影响吗 应该是还好 我认为 因为这个表定 这不是现在的新闻 这从4月份 4月份就开始说 6月份 因为4月份 差不多以提出来是2.2兆 6月份 因为都给我们反驳 被人家博会 后来 开一个大型 开一个大概一个6兆 越开越大 那当然以现在来看的话 这不意外 1.2兆 1.2兆美元 要做一些基础建设 这不意外 我认为这我不意外 当然今天 你说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台股吗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已经是 已经是 算缓和了 顶多就是 让我们维持在这边 在这震荡 那对这些来说的话 对我们的航运股 原物料股 当然会有 有助长 这一定有的 多少 只是没有那么强劲而已 当然现在还有包含到 像现在最近我们 你可以看到航运股 现在这航运指数 这最近修正回来 这指数 指数修正来买到40% 到低点之方 40% 个股不用说 有的已经腰斩 这非常的跌非常重 那现在还是在反弹 那操作上 像最近 最近排名上 你可以看到 像很多股票 飙涨还是在飙涨 还是在飙涨 那操作还是要 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还是最主要 还是要操作一些 比较低基级的股票 低基级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那高档的所在 股票 它已经是 你现在 财报可能还没公布 它的第二季的财报 可能还没公布 但是如果公布一阵 股票起来 不一定 因为什么 反应完了 你现在再最近去的时候 都是人家已经是 人家肉也吃完了 骨头也已经快啃完了 你只要进去就行办 所以 操作 如果要唱 当然 当然是要看个股 不是说每个股票 都可以这样唱 那最近 可以看到 这个我都会说 航运股 最近我们是做一个反弹波 这一期我认为是个反弹 这反弹 那反弹的时候 之后 他们会不会永远 都有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合约 这么好的合约 没有啦 这也没有啦 也没有这么好的 没应完的 在 其实在他们营收 现在已经都在 都在 都在一直在创高之际 你也是要 如果股价没上去的时候 像你在看的时候 在这地方 无关什么坏消息 都是变成好消息 撞船 火烧船 他们在这 我们的新冠肺炎 它蔓延更严重 党都 坏消息都是好消息 结果呢 你在这边是不是进了 你如果在那里去 你去买要怎么 运输啦 是钢铁啦 在7月份买要怎么 这一波拉下来 搞不成为止 你手里有的 不管是航运 钢铁 你如果有 欢迎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处理 因为这一波上去的话 这个反弹上来 它不会 一月出 没有这么快 对 这里的高点的机会 你要等多久 说是在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多久能够看到 不知道 这真的没人知道 他没真来看 那目前来看的话 像现在 我认为是反弹 反弹还是要先 反弹 你如果赔很多的话 还是要减碼 那如果有反弹 有上去 没完 你就先 你就要保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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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 还是要解码 还是要出场 因为这些股票 目前为止 目前 他们 当然你看到的时候 都是数据 最好看的时候 股价 股价呢 股价 我们看一看未来 看未来 未来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 当然你如果一直在看这个 你如果一直看这 这个反弹起来 你如果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欢迎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运输股 还有 钢铁 同样 这七月份 你拿这些买 到有整理去 开始有反弹 这 比较 昨天 比较大一点的反弹 这给你 中鋼 中鸿 都有去 所以 这个指数 它拉得比较多一点点 拉得比较多一点点 以目前 当然 这些基础建设 所以我认为 对钢铁来说的话 它是 益柱会比较大 对它来说的话会比较大 比较有机会 我也跟你说 我一直跟你说 我买 我买什么 钢铁骨 钢铁骨之前 我一直说什么 要买什么 这支 今天是收在平盘附近 我跟你说 要买这支 大成钢 这之前有做过了 目前像航运钢铁 你如果不知道如何 你如果不知道 你还在惊恐 你也不要想起来 我来说 有什么 因为现在这是反弹坡 反弹 只是反弹 你不要把它当成回升 那是两回事 这炒的作为 我们先定义它为是反弹 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大盘 现在是小碟 16点 目前现在大盘的位置 现在的位置 现在是在17385点 目前 我就之前来说 大概都会在一个季县 和一个月县 这些地方 它可能会盘整一下 因为那楼 掉到季县之下 谁会进来 谁会进来 稳盘 当然是我们政府 政府会进来稳盘 但是你的股票 是不是要稳盘的 那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你的股票 你是台积电吗 你是金控股吗 对不 我就不知道了 你要来告诉我才知道 那操作上的话 这里的话 在高档地方 我一直提醒你 会高档 会震荡 比较大 高档震荡 比较大 要做好资金的控管 资金的分配 不能我们所有的资金 都冲进去 买股票 说是知道 我们都没有百分百 我们买就没有百分百 操作还是要 还是要控制好风险 因为当然 这个 现在跟你说 现在像 竹果昨天的盘势 去两百六十七点 也在说你要控制风险 那不让你笑 但是 如果我在高档地方 叫你要风险控制的时候 风险控制的时候 你听得进去吗 你也听不下去了 下几点钟的时候 你说 哇 又过去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又过去了 你又麻木了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 我都希望你来到 我来带你操作 我来保护你 帮你保护得完完整整 对立靠帮助 那财富是你的 那你如果愿意来 让我来 来帮你 当然你要伸出手 不然我不知道那些都要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再看一下 有哪些比较重点的地方 我再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都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成都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兵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都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早前听到欢愚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重大案件第一次 有六位民間因素 和三个法官同学来心理 人民的观点 人民的感受 重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 不然是我们的管理 也是我们的職任和义务 国民法官制度 需要我们重复坚定来支持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之前有公开操作的就是 连电 我也在这地方告诉你 叫你这买的 在这边买的 今天就现在57块57块 当时候是在45块附近 45块附近 在这里45块附近 我要说 这个地方高点 不会是今年的高点 会来创高 今天到目前为止 今天是57块57块 现在57块2 然后加1.6的除全息油 1.6的除全息油 要加进去油 这样多少 买到59块了 快59块了 我说你如果有大笔的资金 闲置的资金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去买 连电 它会再来创高 创高的时候 你不用再创高了 创高附近 你创高附近的话 你就先获利了结一半 因为现在外资 外资 他们给他看的平等 现在给他看100 100多 三字头 不要说详细 三字头 我是不信 没有那么 我不认为有这么好的 只要能够 我们先看这一波 我们就可以说 它能够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 第一阶段 那就有够了 就是做好这段就好了 做好这一段 这样就够了 这是连电 这个我先跟你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昨天有开法术会的友达 昨天外资 卖超6万8 群创是卖超7万6 都在外面板 像友达昨天他们 他们现在有 法术会上面有说的 他们像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是第二季是赚了2.05元 加上第一季 总共是3.1 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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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乘以2 6.6 不要那么多 6就好 6元 6元 现在股价 你没有看错 是21.35 21.35 21.35 这本义比多多 你计算机 不用 这也不用计算机 这五六岁就会算了 3.5倍 3.5倍 还是你要去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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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涨到天边上的 还是要换这个 当然啦 现在 现在 你第一次的地方 都是坏消息 为什么 你不才会买股票 好消息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知道大家在唱 大家都在抢 大家都在抢 买股票 这样做 无关多少钱 是会输了料 怎么做怎么赔 为什么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每天就跟你说好消息 高点的地方 每天都会好消息 这个地方 有好消息 这个地方 有啦 昨天的法术会有好消息而已 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现在他们当时 你们有说 说到现在商业那边 商业那边的话 是比较平稳 因为面板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 报价 位于这个高点的地方 这里的地方 报价到目前为止 露一趴 报价面板 面板的报价 面板的报价 就是这32寸 40寸的 55寸的 65寸的 露一趴 股票 有了 尤达 落40% 到低一点地方 跌了46% 今天 差点的腰斩 报价跌1% 股票跌了46% 有反应完了 反应完了 有反应完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是有操作尤达 尤达 这个问题是怎么做的 我来看看 这尤达 昨天他们第二季 第二季探2.06 我们来看看 尤达 这是7月22号 我们是9.6元 到28号 就礼拜三 先把它获利了结 这样探多少 探7% 8.28号 我们就先 交易日差不多是4天 这2天又靠掉 交易就没有2-3天而已 7% 昨天29号 我们再把它 在它拉回 在它开高走低 因为昨天有公布财报 好消息 开高走低 我们再把它接回来 我们在盘下再接回来 这是尤达 我们再把它接回来 再买回来 反贪还没结束 我的看法 第一个 咱不要说什么回升 高票你也不用说 我也不需要你说太多好 你说太多好 对你来说没帮助 你有帮助 因为你在看 你在那边看 永远都跟你无关 你那里找我 你来找我 你才跟这个股票有关系 就好像有一些高票 我们之前所操作过的 像6170统政 这个统政 我们怎么操作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来操作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股票就是 油买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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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最高三滴油买油卖 那这就不是油买油卖了 这尤达 这益华店 7月7号 7月份的 7月份的 这到57块买到72.5 出掉 这样15块27% 27% 统政629 33.05倍 44.25 卖出 卖出 这样 7月份的 7月份的 33% 其实我要说一下 这些股票 其实 你如果不跟我们来 当地做的时候 你在旁边看 都跟你 其实都自己无关系 跟你比较有关系 是什么 接下来 8月份我们要 我们所要做的计划 同样 我们同样是要卖这个 30%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一档股票 你买的资金是多少 你如果100万 买一支股票 30% 卖出 就 赚30%的话 就是130 第二次 就169 第三次 你那笔资金就翻倍 就翻倍 这段时间 我刚才给你看 在7月份买的 7月初买 到7月20 就像这些股票一样 统政 还有议法店 这段时间 我们是做这个 我也经常跟你说 这段时间 你如果是做 运输股 在7月7号 7月7号 还是在这段时间 在7月初这 还是在7月初这里 这段时间 我们这段时间 在买股票 你如果是 跟我们当中做 是涨到这边上去了 那些股票就 在上面 你如果 运输股外 你这时候不要漏 不要追 不要买 它怎么 拉回 它是这样漏的 要做到股票 要做对股票 是这样 是这样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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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华店 這樣 6170 统政 是这样漏的 这样漏的 原因 资源 这样 是这样漏的 当然啦 这资源 不能说可惜 这高点的处理 123 我们有超级3千 30几% 没给它出掉 因为我看好它未来是更好 这IP 细致材这些资源 联练的联练子公司 操作上1 我们看一看好了 资源今天 今天是上涨2块钱110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 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资源 我们资源是买在 我看一看 我们是买在 英共也好 来这 接收来这7月7号 91.8 我还算最关的 收盘的 收盘涨0万 我还算最关 到目前为止 这样 110 110扣掉多少 110扣掉91.8 这样多少 还要18块 18块差不多将近20% 20% 这样做就是20% 来 掌握产业先机 第一次买进 你只要贪到多少钱 赢家才能帮你成为赢家 那周末也祝你 周末愉快 也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来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赋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成都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赋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字幕志愿者 杨栏利 无往不利 幕志愿者 杨栏利 海外文人